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群人的浴室啊 PAPER2啊 这个做答题的部分 小强呢从马来西亚呢到新加坡旅游 用新币30块 买了一件衣服 然后他回国后 发现到本地呢也有售卖盖衣服 售价140块 并且折扣了20% 请问哪一国比较便宜一点 差多少 当然这个汇率其实是有差价的 真实来讲 就是说你换过去一个工作来 也有差价 当然这边呢他就没有算那个差价了 就是假设 就一 3块2.3 现在上到多少 大概大概也是超约 大概是这个价钱 我的年代我以前是 2点多而已 现在变到3 而且真是很可怜 anyway 30块呢 当然你在这边写30RM有点乖乖 因为30是原本是新币 你乘上3.2 乘上3.2 2.3 你就会得到90块多 90多块 然后呢过后这140 折扣 折扣20% 所以就乘80 是112 所以其实还是新加坡便宜的对吧 好 30乘3.2 就得到的啥 96 96块9 OK 112-96块9 你却得到15块1 新加坡还是比较便宜一些 差两 15块 十 十五块 一 正好 对 正确 新加坡便宜 你你不要懒惰写 写多两个字便宜 虽然 虽然他题目是有了 OK 再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 黄先生呢 他要买了210粒乘 350粒苹果 490粒 胡龙果 还要把水果的包装成水果栏 送给他员工 但是要确保每一栏呢 都是员的个数相同 苹果的个数 也相同 胡龙果的个数也相同 所以他最多 最多可以包多个栏 然后呢 每一栏有多少粒成 多少粒苹果 多少粒胡龙果 所以这一题是很典型的 我们找HCF的一个 应用题来的 那我们找HCF 我看到有0 我就直接除以10 理论上来讲没有讲错的 就是说你 然后你找到说 虽然这个不是直因数 我们交的时候是交直因数 如果你是怕死 那你就先除以2再除以5 也一样了 过后呢 如果看到21 7,3,2,1 5,7,5,3,5 7,7,4,9 所以可以除以7 就会得到3,5,7 所以7乘10就会得到70 这个就是他可以包的水果栏 的那个数量 可以包70栏 然后每一栏呢是有3粒成 5粒苹果 还有7 7粒火龙头 OK 所以这题 大概是这样子 再来看第三题 某个住宅花园 它有蓄水池 有甲管和移管 单开甲管 注满蓄水池的时间 比单开移管少5小时 两管齐盖 6小时可以蓄满 所以单开 请问单开一个水管 各需要多水 所以你可以这样看 我们可以讲说单开甲管 比单开移管少5小时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是X 另外一个是X加5 所以X加1加X加5分之1等于6分之1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方程式 没有错 只是哪一个是甲管 单开甲管 比单开移管少5小时 少5小时 应该是 然后甲是X 然后X 以是X加5 OK正确 所以呢我们这一题来讲呢 我们每交叉成 过后再乘以6 所以6乘X加5 这个是6乘X 这个呢是X乘X加5 展开就得到X乒乓加5X 这一边是6X加30 呃这里是12 呃这里是12 拉过去5-12 得到-7X 30拉过去-30 10 10 10 加10 10 所以正确不是3小时 正确是10小时 再加5呢就15小时 那是10小时跟15小时 你自己要看说我两个开两个管6小时 怎么可能开一个管3小时 对吧 所以有时候呢 你要看算算到最后答案了之后呢 最好验算 或者这一题其实你也不用验算 你的这个3肯定错 我一看就知道 我大概两我开两个管要6小时 没有理由我开一个管会比它更短 对吧 所以其实这一边就弄错了 应该10才是正确 单开甲管是10小时 单开衣管是15小时 alright 再来看第4题 这个是那个 有根号的运算 所以我们有完全平方 我们展开就放前平方减两个前针后加后平方 ok 然后呢 这个的话呢 因为我发现到根号3其实比较大 根号3是1.7多 所以我前面有减嘛 我就把这个减变成加 把负沉进去两个对掉 过后呢 我在有理化分母乘根号3加1 可能乘根号3加1 分母就会得到前平方减后平方得到3-1 对吧 分子呢就会得到根号3加1 再来这个3跟1呢加起来得到4 然后呢这个就会得到2 这个得到2了之后呢 我通分这一边直接得到2分之8-4 224 4跟号3 所以8加1得到9 -4加1得到-3 所以2分之9-3跟号3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OK 第5题解不等式 这题解不等式 所以第1个呢 5跟2可以交叉成对吧 2x加9 错在哪里 错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我讲你们不要乱乱对掉那个数据 5乘过去是5x 大于2乘过去是2x加9 如果你对掉的话呢 等号的话对掉无所谓 不等式对掉的话呢 你的这个不等 不等式的符号也要对掉吧 对不对 但你不对 其实不要对掉比较好吗 这个2拉过来就减得到3 然后 这个是18 这个又对回我 你很好笑的 这一步错这步对的 所以你打到x大于等于6是正确的 再来第2个方程 做了什么 好像很新奇 破了吧 首先第1步你好像是越了一个2 对吗 然后呢在每一项乘以3 3 2得6 这个负乘进去就加2x加1 3 3 3得9 这个应该是负6不是负4 看到 看到吧 应该没有看错吧 我应该没有看错吧 OK 然后呢这个负6 负6加2应该是负4 然后这个拉过去 然后这个拉过去 就得到8 应该是负2才对 当然你最后呢要combine 然后呢看他的 范围 大于等于6 U大于负2 所以呢你最后结合的话呢 答案呢还是大于6 大于等于6 最后的答案还是大于等于6 最后你还是要打 最后还是要打 因为你两个部分 你要看两个overlap的部分了 OK 所以最终的解呢 应该是x大于等于6 要再回答 多一步 那个答案 总结一下你的答案 OK 再来看呢第6题 A化简这个 我们把平方乘过去啊 2的平方得到4 -1就变2 2分之1乘2就会得到1 过后面呢 因为z的3次方 然后呢z的5次方 我们越减之后呢 分母剩下z的平方 x的4次方照抄 x的4次方跟这个x的-2次方呢 互减就会得到x的平方 所以你的分子是4x平方y除以z平方 就这样子啦 OK 那这一边的话呢 这个是指数啊 我把2拉上去 根号就去掉了 对吧 所以就得到log 底为312 这个2拉上去就变3的平方 33就得9 这边呢我照抄 加的话呢就变乘法 减的话变除法 所以我27分之12 对调变12分之27 12可以越调 27是3的3次方 9的话是2的3的平方 所以总共3的5次方 5拉下来log33等于1 所以这集的答案是6 OK啊我跳步 我有少许的跳步啦 不过 我个人觉得初衷的 我的跳步其实没有跳太多 正是如果你这样子答应该是还是会满分的 OK 当然如果你觉得说啊老师我跳步太多 会不会 或者你怕说他扣分的话 那你就做慢一些 OK 我我承认我是做到有点太 有少许快的一点 有点高中的一个程度啦 OK 你们做慢一些啊 没关系啊 不要这样复杂 OK 再来看第七题啊 如图一所示 直线P A是 切线切于A B B A C等于 A C P A 这两个脚一样 A C A C P A 画错了 这一辆这一边 哎 这样子内错脚上等两线瓶颈嘛 对吧 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啊 我们先记录一下 A B 哪一时 P C 哪一6.4 证明 A B C 相似 C A P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脚一样 还要找另外一个脚 对吧 两脚对应相等着就 那那那那那那就可以了 哦 还有旋切脚 看到吗 这里 这个角度啊 P A C 会等于这个脚 A 这是旋切脚 对吧 C A P 等于C B A 对 旋切脚 所以B B A C等于 A C P 这个是以之 就是题目给的意思 好不好 所以啊 也是要写这个以之 所以两脚对应相等 啊 得到来的啊 两分是怎样呢 哈哈哈 基本上这里一分 这里 两脚对应相等 这个原因 他会给一分 所以是两分 然后呢 A C 的长是多少 那你又看到呢 我们的B D 都没有D 这往里来BD的 啊 这会不会有BD的 我看一下 奇怪的 BA BA比上AC吧 BA来的吧 BA比上AC 等于AC比上CP 所以后面这个不用 啊 这个后面应该不用了 因为我们这里有10 这里有6.4 这里有ACAC 所以我们得到AC的平方等于6.4乘以10得到64 开根号就会等于8 AC等于8 是的 非常好 OK BC BC是比AP的 这个 真的是写错了 即使是P也是不太对 这个应该是CP 这个应该是BA OK 下一题 第8题 呃 我不是很喜欢这些 他的数据给他不远 OK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他要找体积 还有表面积 啊两个 我们先算体积啊 体积的话呢 是三分 锥形 圆锥形是 三分之一 呃 PiR平方称高 PiA是7分之22 R平方是7的平方称 高是24 过后呢 他有半个圆 对吧半球 半球体 半球体原本是三分之四 我直接变三分之二 OK 三分之二PiR平方 所以我越到一个7 这里也是越到一个7 3跟24可以越减变8 过后我发现到哈 我是重写一次 我们有22 我们有乘7 我们8呢 拆成2乘4 OK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拆呢 因为后面也是有22 也是有7 也是有2 然后呢 因为他7有两个 所以还有一个7 3分之7 所以如果我是2乘22呢 得到44 44乘7呢 就等于308 我抽308 出来的话呢 前面剩下4 后面剩下3分之7 3 4 12 12加7 等于19 啊 你然后呢 要做14呢 是308 乘19 OK OK 由于实现关系 我们按下计算机 308 乘以19 OK 58 52 再除以3 啊 你就会得到 1950U3分之2 1950U3分之2 初中的阶段呢 我鼓励说换成代译分数 啊 初中阶段 再来看一下这个表面积啊 表面积的话呢 呃 圆锥形的侧面面积 它的表面积是πRL 所以我们呢π是7分之22 R27 L的话呢 就是斜边 72425 这个是我们备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就乘25 呃 再来的是 半球 半球球体表面积原本是4πR平方 我们变成2πR平方 2乘7分之22乘7的平方 我们越掉一个7 这里也越了一个7 我把22给抽出来 前面剩25 后面呢724 14加25等于39 最后39再乘以22 这个只是因为叠 重叠22很容易算的啊 你就会得到78 292 3267 7878 这样子啦 以一个位然后呢再加回起来 就会得到858 来858 alright 再来看第9题啦 如图3 我们有ABC 半径 半径内窃元的半径是6 内窃元半径是6 然后呢 BOP的面积是24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先看一下BOP的 面积如果是24的话 它的算法应该是BP乘上6再乘2分之1等于64 然后呢你月减这边得到3 然后再月减得到8 所以BP是8 BP是8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切3分嘛 对不对 这边8这边8 这我们叫做切线长定理 然后呢 问题来聊 因为14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它是评分啊 对不对 你不要千万不要写评分啊 你当评分其实就有点错误了 我把这一边当A 另外一边就是14-A 那切线长定理 这里14-A 这里也是14-A 这里A这边也是A 那我的周长呢就全部加起来了 8加8加14-A 14-A 再加A再加A A-A去掉 A-A去掉 14加14等于28 8加8等于16 28加16又等于44 所以这个你的答案就出来了 alright 第10题 他讲说 A这里有一个高度啊 是392-3公尺 然后呢 有一个人站在顶部 观察这个J旅 旅 旅 旅店 J 呃 呃的浮角是60度 OK 然后呢 两栋 的差距是300公尺 请问这个J 旅店的高度是多少 我们假设哈 我先把这一段呢 分成了X还有H OK 所以这个392-3呢 其实是X加H啦 所以这一段的X怎么算呢 我们假设 我们这一边是300 对一边是X 60拉下来 这个是内错角的关系 所以T60等于X除以300 T60刚好又等于根号3 所以300乘根号3 就是你的X 然后呢 这个H呢 就会是392-3-300-3 等于92-3 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OK 92-3 第B的话呢 他会告诉我说Cosin 是等于2 除以3 2除以5 所以我们呢 2是0边嘛 那5就斜边 那对边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用5的平方 减去2的平方 525 24 25-4等于21 21的根号 OK Sin Ting Sita加Ting Sita 这个其实是锐角 初中阶段基本上他都会给锐角啦 好 高中我们才学那个钝角 这是那个条件呢 就是说他是锐角啦 然后呢 Sin Sita就是根号21除以5啦 Ting Sita就是根号21除以2啦 过后呢 我们进行通分 2乘过来5乘过去 好 2根号21加5根号21除以10啦 然后5加2等于7嘛 所以是7根号21除以10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第11题 我们从调查的40个同学生中 哎 总共40个学生 4个只喜欢吃火龙果 7个只喜欢吃榴莲 6个只喜欢吃香蕉 5个喜欢吃火龙果和榴莲 8个喜欢吃榴莲和香蕉 12个喜欢吃火龙果跟香蕉 4个呢 3个都喜欢吃 所以中间是4 12个是火龙果 和香蕉 所以12-4等于8 榴莲跟香蕉是这一边 对吧 榴莲跟香蕉 8 我没有看错 8啊 4-4得到 8-4得到4 然后呢 5-4得到1 这一边是1 然后这个火龙果是 火龙果 诶 4位子喜欢哦有子啦 所以这里是4 这里是7 这里是6 非常简单 所以呢 他现在问的是用犯人图啦 啊 就基本上你已经犯人图已经出来了 对吧 然后呢 3个人 3种都不喜欢有几个人 6加4等于10 7加4等于11 1 再加1等于12 再加8就10 10 20 34 40-34 应该是等于6了 啊 所以这个因为你这边算错了 所以答案应该是6才对啊 6 OK 只喜欢吃两种水果 就是 1加3加8啊 这个应该是4 就连着错了啊 对不对 所以非常可惜啊 这里6分你可能 这里扣1分扣1分扣1分 很差 对剩下 剩下这可能是3分 非常可惜是3 看 所以有时候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晓得那个正式的改法 因为我是改 我是改那个 科学的 可是这种情形呢 很多争议 有些老师就讲说他前面搓这个4 所以我们就扣了1分 过后呢 他沿用回他上面资料算的是对的 对吧 就是算法就是根据上面来错嘛 所以下面都给分 所以有些老师就讲扣1分 有些老师就讲 没有啊 答案不是6就是扣了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形 你就是扣了3分 所以就不知道是扣3分还是扣1分 所以最好不要错了 好 最后一题了 如果是有时间 我们来做一下 累计频数分配表 所以这一边是分数少过3 3加7等于10 10加11等于21 21加14等于35 再加7等于42 再加5等于47 再加36等于50 我写错地方 我写错地方 10 21 35 42 47 55 来 这个是累计频数 分数少过多少 这个应该是在讲他的上 上出界 对吧 这个是39.5 这是49.5 那59.5 69.5 79.5 89.5 699.5 OK 然后呢就 啊累计 频数分配表这里就两本了 呀这里就两本了 过后呢 呃 过后呢 你就要画 图了 画了之后 呃你就 从图里面找Q1 还有Q3 最后呢 5% 最后5%呢 就是说你从 5%是多少人 你总共50人了 50人 50人 5%是多少 呃 50人的话 1%应该是0.5个人 5%应该是2.5个人 啊 2.5个人 anyway 反正的话你从2.5来源 对过来 拉下去 你就会看到那个分数 大概是91.5分 OK 这里三个人嘛 啊 就大概是上一点点 啊 所以 呃 根据图你会看到91.5 alright so大致上是这样子 嗯